佛法修持的核心就是要利益众生 也就是要圆满六波罗蜜的修持 增长菩提心大悲心的方法 就是常常读诵一些可以激励菩提心的经典 或是聆听善知识的开示 并且要以佛为我们的学习榜样 从将心比心的角度来长养我们的慈悲心 就针对长养慈悲心的方法来做说明 其实我们有多一点点的能力 其实随缘敬奋的就可以去帮助别人 为什么你可以帮助别人呢 因为你把别人的苦当作自己的苦一样 而你感同身受 所以你或许就会不失于钱财 乃至你用身体的内财去辅助他 去扶持他乃至去照料他 我想这些都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 种种种种可以增长慈悲心跟菩提心的方法 佛法的修持核心就是要利益众生 而六波罗蜜的修持就是靠众生来成就的 没有众生助对象 我们没有办法去实践布施波罗蜜 没有众生严厉的考验 我们无法落实戒持波罗蜜 没有众生的打击羞辱 我们不能成就忍辱波罗蜜 不管是精进禅定智慧 一切都离不开众生 所以佛法的修持重心之所在 就是常常想到利益众生 整个佛法的架构简单的说 就是如何去圆满六度波罗蜜的修持 十方新闻养余带简余林高雄才放不到